上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位于中国东北吉林、黑龙江和内蒙古交接处 分布着目前亚洲最大至今保存完好的蒙古黄鱼林 保护区总面积10万5467公顷 生活着国家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52种 这里拥有大面积的沼泽、湿地 是丹顶鹤西部种群等珍稀水禽最主要的繁殖地 我叫王春丽 今年28岁 两年前结员于桃花园基金会 目前在上海做生态保护工作 我就觉得这里的云彩跟太阳、余光都很神奇 会把它染成那种粉红色的时候特别多 粉粉的少女的心你知道吗 然后就很可爱 然后就包括我们这里的那个草原 蒙古黄鱼那边 那个景象很像非洲 就是西树草原的景象 就是一层树一片草原 一层树一片草原那种感觉 在这上海这边 斑顶鹤 然后各种鹤 然后长脖子、长嘴、长腿 然后就 哎呀又长又细 你就会觉得哎呀很秀丽 然后就像个少女 如果你没有钱去非洲 你可以来上海体验一下一个秀丽的西树草原 为什么选中了来上海做这个社会工艺性保护地 为什么不是上海 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 然后以及现在 2018年的这个暑假 王春丽特别忙碌 除了完成日常生态保护工作 她还要紧锣密鼓地筹划当地暑期工艺辅导班和志愿者培训工作 到今年为止 这个免费的工艺辅导班已经持续罢了三年 来帮集成省做一些保护的事情 当时集成省给我们推荐了三个地方 我们最终选择了下海 就是我自己理解啊 就是用很大直白话来说 就是我觉得下海它是一个 得了很重很重病的一个病人 他不是一个得了绝症的人 2000年那会儿我家养牛 就在我们家旗都有狼的出现上 哎呀我小时候环境很老好 可以说就是没有东北湖 剩下啥都有 蒙古黄独鱼 高低错落 行肉雨伞 那家错落有致 那家风景如晃 那西伯利亚的杏树 那给你开 那一道开窗 那一道村的晚上 那窗户一打开之后 那杏花啊 那铺鼻的香味啊 以前的环境特别好 刮风干嘛没有风声 那七道路是用的 那大根筹 无论的